一大早大马路上 碰碰碰 敲打声不断 球棒队对着轿车一阵狂砸 吓得在场所有人顾不得还是红灯 纷纷油门一踩赶快离开 但还是有休旅车以及小货车 无辜被波及 这让驾驶好傻眼 上班途中竟然遇到杂车事件 猛杂一阵之后 其中一名动手的男子一度找不到车 神情慌张 最后发现啊 我的车在最前面等自己 鸡鸡猛猛跳上去 而被砸的驾驶车 趁机回转到对象加速落跑 双方上演追逐站 被砸碎的车壳还遗留在现场 发生街头暴力的位置 就在桃园大兴西路和金国路口处 22岁詹姓男子 以及20岁王姓男子 有债务纠纷好14号8点见面 结果一早双方火气都很大 谈判破局 张姓男子和友人朝对方喷辣椒水 立刻驱车逃逸 就是这举动 惹祸王姓男子 以及三名同伙追上前砸车 双方事后均离开现场 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追查 于两个小时内陆续将涉案双方 查气到案 依聚状斗殴毁损及伤害等罪嫌 移送侦办 双方追了好几百公尺 却在路口 停等红灯再度相遇 还为了拼个输赢 从车上掏出球棒乱砸 最后债务问题 没谈隆六个人还一起进了警局 TVC连续网私传桃源采访报道